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凤馨 很高兴在中国的时候 跟大家聊聊天 谈一谈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我的一些想法跟一些看法 最近其实如果你看一些财经媒体 或者一些财经网站 你会发现最热门的话题 其实就是美国公载 长天期的公载 殖利率怎么这样子不断地一直攀升 甚至于眼看着就要来到5% 当然在我录制的 礼拜五的下午这个时间点 他经过了礼拜三 礼拜四 微幅的修正 但是他仍旧还是维持在4% 其实如果以十年其公载之余来看的话 4.7%之上 也就是他其实一直维持在 16年来的高点 那么这件事情 究竟我们要怎么去看待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以及它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我先从它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我先下一个结论 这段期间对于美国长天期公载的抛售 以及殖利率的往上升 因为它其实是因为抛售导致价格下跌 所以才会有殖利率往上升 所以它的殖利率跟价格其实是相反的 那么它越高 殖利率越高代表着它的债券价格已经跌了非常多 事实上你从2020年来 从那个时候的价格 然后来看现在的十年期 如果你从那个时候一直持有到现在的话 就现在的价格 其实已经暴跌了53% 如果以30年期来讲 其实它也暴跌了40% 当然如果你要长期的持有它到期 你的本金不会有损失 但是你每一年能够享有的利率 其实大概就是1% 2%左右而已 所以为什么说这一段期间 它的这个价格的剧烈波动 会让大家特别的注意 但这一段期间的这个波动 背后的因素 其实正是这投资世界 对于美国财政的不可持续性 美国巨额债务的不可持续性 所采取的自我保护的一个动作 我们必须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才能够理解 怎么这么稳当的公债会跌这么的多 好 那么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 因为我前一阵子刚好看到 华尔街日报有一位记者叫Tim Rose Tim Rose是低顶大名的 虽然很年轻但低顶大名 投资世界里头都知道 大概Tim Rose 他是有美国联准会 传声统治称的称号 他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在 应该是今年的三月还是四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还在猜测说 联准会到底还会不会再升息 或者不升息 可是因为整个联准会都已经进入了 静末期 就是他在开会前一个礼拜 所有的联准会官员都不可以再对外说话 那在这个季末期期间 刚好美国公布了一项数据 那这项数据其实引发了很多的震撼 大家就在思考说 美国联准会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这个时候Tim Rose就写了一篇文章 说联准会在这种情况之下 非升息不合 而且升息的幅度可能不止两码 果然结果粗鲁了 他在那一次升息了三码 那大家就更确定的就是 Tim Rose他就是代表联准会真正的态度 他对于表达联准会的货币政策的想法 以及所有的官员的一些动态 他是辽络执掌 显然跟他们关系是非常良好的 Tim Rose最近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美国的长天期公债 这里面不是只有十年期而已 十年期 二十年期 三十年期 因为他的二十年期 其实已经突破了百分之五的 这样子的一个殖利率了 他说这一段期间 他们长天期公债的殖利率往上升 看起来是很不寻常 因为尤其是发生在 美国联准会其实已经明示暗示 他们的升息循环 已经到了尾声的这个时刻点 然后出现了这个殖利率的往上升 显得更不寻常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质疑点 就跟Tim Rose一样 但我们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美国的公债市场 或全球的公债市场 它取决 就影响它价格跟殖利率变化的背景因素 除了通货膨胀 跟它的货币政策之外 大家忽略了一件事情 或是说我们很长一段时间 这过去这一百多年 没有仔细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的债务的供需问题 如果出了状况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景象 美国债务的供需状况 如果出了问题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供给当然就是美国会不断的发展 需求就是有多少人要来买它的债 这是美国公债市场的供需市场 所以决定它的价格跟殖利率变化的 不是只有通膨率 不是只有联准会的货币政策 供需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毕竟这个市场 如果有大量的供债发行出来 可是没有那么多人要买它的供债 那你说价格怎么会不跌呢 那这就回到说 现在美国的财政的赤字问题 它的严重程度 有很长一段时间被忽略了 你要知道在1980年代的时候 美国对于它的双赤字 是非常的介意的 就是不管它的财政赤字 跟它的贸易赤字 他们称之为双赤字 那在1980年代 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家就每天在计算着 你这个月贸易赤字又增加了 完蛋了 美元又要贬值了 然后那边 财政赤字这么高 怎么办怎么办 那个时候其实美国的 国债占它的GDP的比例 是非常低的 只有60%不到 他们就已经觉得天快要塌下来 但现在经过了那一段期间 然后大家发现说 好像没有发生太多的事情 美国在21世纪初期开始 就出现了一种论调 那个论调就是 美国再怎么发债 都不会有通货膨胀问题 美国再怎么发债 都不会有债务不可持续的问题 所以没关系 为了美国人好 要增加美国人的福利 我们就尽量发债 在21世纪你会发现 我记忆印象太深刻了 就21世纪大概2010年之后 所出版的跟美国的经济 建议相关的书籍 都是认为说 不要再说什么赤字问题了 就发债吧 发债就能解决美国经济问题了 这一派的这个学者 其实是气焰非常高张的 我记得看到这一类的书籍的时候 我其实有吓一大跳 可是他的思想就朝着这个方向走了 就是他认为赤字延续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他就快速的累积了债务 这也使得他在 2000年的网络泡沫之后 2008年的金融海啸 以及2020年的COVID-19之后 他所采取的态度就是降息 然后到了2008年之后 甚至于是QE 就量化宽松 到了2020年 更是无限量的QE 就他每一次遇到 经济灾难的时候 他采取的就是宽松 宽松 然后用很宽松的方式 然后美国财政也是宽松的 就政府就不断地发债 然后联组会就去把这些债买回来 然后就把钱就是发出去 这是他维持经济繁荣 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但这样子的一种财政的运作方式 真的能够长久持续下去吗 所以当2021年底 通货膨胀开始真正的出现 当然这通货膨胀的背景 不纯粹是恶物战争 他有恶物战争 那后来2020年是恶物战争 可是他在2021年底的时候 就开始出现 所以他不纯粹是因为战争 当你超发钞票到了一定程度 而又必须要走去全球化的路线的时候 过去40年因为全球化所带来的成本降低 所带来的物价低廉就变得不可持续 而这个物价的低廉的不可持续 到后面就引发的是 你的低利率不可持续 而当你变成了高利率时代的时候 你的财政跟债务就变得不可持续 所以它是一连串的 这种骨牌效应所产生的 可是人类其实在过去这100多年的时间 没有经历过 所以不知道这可能会是一个 什么样子的情境 我们才刚开始 那这个财政上面的不可持续 其实我们先从几个数据 来让大家知道 因为美国财政部 其实它发行的公债 有一年期以内的 我们可以称这位国库券 就短期的这些债务 然后大概占它33兆美元当中的20% 另外中长期的 就五年期以上 五年期 七年期 十年期 二十年期到三十年期 占它的整个债务大概65% 那鉴于这个中间的 大概占比15% 那还有一些是属于浮动型的公债 当然这个部分 最近其实他们的利率就上升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当然当初买到这些抗通膨公债 或者是浮动利率的公债 其实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那这个只有占15% 比例其实并不高 那现在问题来了 不管是长天期的公债 或者是短天期的公债 如果它是2020年 2021年发行的 利率都非常的低 1%到3% 可是现在开始 它的所有天期的利率 都在5%左右 甚至于5%以上 你看到的 不管是三个月期 六个月期 一年期 两年期 通通超过5% 十年期 4.7% 二十年期也超过5% 三十年期 4.8% 其实都非常接近5% 而且它那个殖利率上升的速度很快 我跟大家提到了 那如果说在这个时候 旧的债务到齐了 但是我事实上我现在 我的整个的年度预算里头 还是支出大于收入 它现在一年的新增加的赤字 估计是2.2兆美元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当然就是只能够借薪还旧 但是我的新的债务 我的利率都在5%以上 那我旧的债务 利率相对比较偏低 可是我现在都必须要借高利息 然后去还低利息的债务 那没办法 因为它到齐了 你非得这么做不可 那这时候对于它的财政 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以中长期的公债来看 从今年的第一季 一直到2025年的第二季 今年的第一季到2025年 也就是后年的第二季 每一个季度 它的公债到期的量 是6500亿美元以上 换句话说我每一季 至少要在多发6500亿的债 然后来置换我过去的这一些旧债 旧的债利率大概都在3% 甚至于3%以内 可是新的债 我的利率可能都要到5%以上 所以我的利息支出 会在未来这一段期间 这两年半大幅度的上升 更不要讲这中间 其实短天期的公债 很多都已经到期 然后从非常低的利率 早就已经换成了5%以上 再加上我还有新增加的 每一年还要增加2.2兆美元 那你这样的情况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呢 我们现在看到以它第二季 所支付的利息支出 光是不还本的 不算还本 光是利息支出 如果以第二季的数字 把它变成一年度来看的话 一年的利息支出 是9600多亿美元 接近一兆 而我未来还要再增加 那是第二季的计算方式 第三季 第四季 如果从3%变成5% 那个利息支出是大量的增加 所以很多人估算 到了明年 它至少利息支出超过1兆美元 甚至于到2026年 2027年 美国他们自己财政的 这个相关的预算单位 所做的统计 可能一年的债务利息支出 就会达到2兆美元 这是什么概念呢 你知道它一年的税收才多少吗 4.9兆美元 就去年2022年 整个全年 它的财政的税收 只有4.9兆美元 换句话说 它现在呢 一年的债务利息 占它总税收 大概20% 如果到了2兆 占它总税收会达到40% 我刚刚讲的还是用2022年度 因为其实它今年度的税收是减少 并没有增加 所以这里面的供需 就形成了很大的问题 因为在可以买公债的大户来说 大概有几个重要的来源 第一个当然就是美国联准会 但是现在联准会 它要量化紧缩 它已经不买公债了 相反的它每一个月 要把它到期的公债 以及到期的衍生性的这些证券 它要到期不再延续950亿美元 所以它不但不是买家 相反的 它比较倾向于卖家 这个是美国联准会 那第二个重要的买家 就是各国的央行 但是现在各国央行当中 其实包括了中国大陆 现在是只卖不买 那日本偶尔买偶尔买 但是原则上买的少 卖的多 然后再加上其他国家 全部加起来 它能够买得非常有限 甚至于从他们的账面上面来看 其实他们有未实现损失 都相当的大 然后第三类 就是他们自己内部的大银行 他们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他们在过去这三年 所买的美国的长天期公债 账面损失都非常大 只是他们不需要练这些账面的亏损而已 因为他们可以说我会持有到期 但问题是万一你被提领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被迫要卖公债的时候 你的亏损就要被迫实现 今年三月矽谷银行就是这样子发生的倒闭问题 然后再加上国际上面的退休基金 而这个国际退休基金 现在英国已经出了状况 再加上各国的受险的这一些保险公司 同样他们都有账面上面 亏损累累的长期公债 我们过去不知道持有长期公债 会面对这么剧烈的损失 这在过去是不曾见过的 绝大多数现在的操作者都不曾见过 因为1980年代曾经发生过 但现在就不曾再发生了 所以这件事情带给世界的震撼是大的 它衍生出来的包括了金融机构 他们的风险就变得越来越高 企业融资成本不断地上升 而这个民间消费 它的贷款成本 它的信用卡成本也在不断地上升 所以它有很多在经济实质面的影响 你说要怎么去解决 这个殖利率不断往上升的问题 可能只有一种状况 现在我看到的所有的报告都说 如果是一场经济大衰退 可能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我相信这并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所以这是一个在我们的经验当中 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要去思考它未来可能大概率 就是它的几率 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它需要有很多的细微的逻辑思考判断力 当你的财政真的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终有一天是必须要去面对的 我觉得这就是在过去这30年 美国那一个就是 欠债没关系 然后只要发债 然后有人买 我们的财政就可以持续下去的 那一种思维 现在正在做最后验收的时刻点 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 所以它当然殖利率不会一路往上 它应该会有反反复复 但是如果从供需的角度 如果你看到美国它现在 所列出来的它每一个月要发行的 供债的量来看的话 我必须说这个债务的不可持续性 对我们来说 它的压力才刚开始 好的 很高兴跟大家聊天 谈一下我的一些想法 很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礼拜再见了 拜拜 拜拜